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兄灵假期》 影片一开场,小萝莉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烧感冒 被老师安排在休息室,吃完药就准备睡觉 他旁边的小正太由于被同学揍得鼻青脸肿 正躺在床上自我寒醒了 小萝莉说你怎么不向老师报告呢 小正太说别开国际玩笑 我要是敢跟老师说呀 他下次非得把我揍得冒了泡 小萝莉一看这货是个软骨头 意识到肯定不是自己将来的技巧 于是便打算继续睡觉 小正太说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 小萝莉说我最喜欢看电视上的灵异事件 小正太说现在让你跟鬼面对面 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呢 小萝莉说那感情好 但别整那些笔线叠线的跟我宣扎单 小正太说我可是见鬼达人呢 以前那些鬼整天给我添乱 后来我妈咪带我去寺庙求了这个护身符 他们才消失不见 小萝莉问那我怎么才能活见鬼呢 小正太说只要把我这个护身符给去掉 你就能见到 小正太这边刚把护身符拿掉 整个人就开始收封了 把小萝莉当时就吓尿了 很快小正太的妈咪文讯赶到了学校 把护身符往儿子脖子上一套 小正太再也不闹了 转眼很多年过去了 小萝莉变成了大兄妹 而小正太呢也成了大眼哥 由于小时候两人青梅竹马经常在一起耍 因此这长大之后啊 两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 不过由于这大眼哥的智商有点不在线 因此挺不受同学们的待见 转场之后 大兄妹和几个同学啊商量准备去附近的小岛游玩 逗逼哥说大眼哥不仅智商不行 而且还是个根屁虫 这次啊绝对不能带他去 大兄妹说小时候我对他有亏欠啊 咱不能这么干 大公妹说他跟着只会给咱们添乱 其他几个人一听啊是纷纷点赞 耳环哥说这是民意啊 你就别往心里去 几个人规划好路线呢 便约定十点在码头见面 不过这件事啊 最后还是被大眼哥给发现了 转场之后 几个同学乘船前往小岛 开船的龙套哥说 你们最好不要在小岛过夜 不然容易出事 大兄妹问为什么呀 龙套哥说很久以前啊 小岛居民在鬼月十三号的半夜 举行过一次祭奠活动 可由于操作失误啊 很多人都丢了命了 所以说这个小岛的阴气比较重 你们最好不要善个行动 虽然这龙套哥说的挺有诚意啊 但这帮倒霉孩子一句也没听进去 时间不大 几个人登上小岛 来到了度假屋 从封建迷信的角度上来说呀 但凡有黑猫的地儿 准没什么好事 果不其然 小兽妹正搂着黑猫犯贱的时候 突然就被黑猫把手给挠烂 按照常规套路啊 接下来是出事前的休闲时间 远方是茂林修竹 山连叠障 近处大公妹和小兽妹是搂搂抱抱拉拉拉 大兄妹正在屋里瞎球转的时候 耳环哥拿着野花舔着脸出现 大兄妹说你这个采花大道 想追我你得拿号 耳环哥说就冲我送你的花 能不能夹个三啊 两人正打情骂俏的时候 突然一种奇怪的响声从柜子里传来 当时就把这二位吓尿了 大兄妹拉开柜门一看呢 大雅哥突然出现 把大兄妹吓得心脏病差点翻 大雅哥说惊不惊喜意味意外 就你们这智商想把我甩掉 也不撒泡尿照一照 黄昏时分 几个人在河里吸吸完之后啊 耳环哥说其实龙套哥的故事还没讲完 据说那天夜里在举行祭天仪式的时候 有位僧人因为害怕啊 手里的蜡烛掉了 因此破坏了结计 怨灵妹一看屏障不见了 于是就窜出来啊 让那些人全都留一口饭了 转场之后 哎呀 这小兽妹撒个尿也能来个自拍照 我也是醉得不要不要 接下来啊 几个人准备前往小岛的祭坛探险 大兄妹由于感冒又吃错了药 只好在房间里睡大觉 这大雅哥啊 天生胆小就不想去 那大家伙能愿意吗 枯树老藤黑猫 看着景象啊 预示着肯定有人要包了销啊 大雅哥说这地方不干净 谁进去要谁的命 窦逼哥说什么鬼呀神的 全是封建迷信 前面带路啊 不然以后就别想跟我混了 这个尔环哥为了捉弄自己的情敌啊 还把大雅哥的眼睛给蒙上了 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啊 这样你才看得清 来到祭坛之后啊 窦逼哥和尔环哥不容分说 就把大雅哥塞进了松荡楼屋 大公妹说这地儿可是不对劲啊 咱赶快走吧 别再出什么事 尔环哥说这孙子竟敢跟我抢大兄妹 今儿必须让他受到罪 尔环哥说着还把大雅哥的护身符给拽掉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炉子的门啊 不知什么时候被锁上了 三个人正在外面商量怎么开锁的时候 炉子里的大雅哥突然没了动静 三个人急忙跑回度假屋啊 找开锁的工具 意外的发现小兽妹已经一个人喝醉了 而与此同时外面也突然下起了大雨 这几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边喝酒边等雨停了 时间不大 一个个醉的都不行了 吃错药的大兄妹第二天醒来之后一看呢 发现屋里是狼藉一片 他找了半天呢 才发现大雅哥不见了 这个时候 他突然在耳环哥的兜里啊 发现了大雅哥的护身符 此时他隐隐的意识到 可能要大事不妙 大兄妹说大雅哥哪去了 耳环哥一听了也有点懵 于是大家急忙来到了集团 等砸开锁网里一看呢 发现大雅哥已经不见了 这个时候啊 逗逼哥看到了自己遗忘在这的摄像机 几个人打开一看呢 全都瞎懵B了 接下来啊 这帮人开始在小岛上寻找大雅哥 大公妹说 这地方可是有点邪门啊 昨天那么多小猫小狗 怎么现在一直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龙套哥开着船踏浪而来 大兄妹说 不找到大雅哥啊 我是不会走的 几个人一看也没法办了 耳环哥递给龙套哥一单钱 说麻烦你明天再跑一趟 龙套哥抬头关了关天象 说今儿可是13号星期五啊 猛鬼夜行生人回避 那个祭坛呢 你们千万可不能去 不然就终于嗝了屁 转场之后 几个人再次回到祭坛呢 寻找大雅哥 这个时候天空风云变幻 祭坛里猛鬼时隐时现的 预示着有人要两块坏了 几个人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撒子撤退了 哎呀这哪是鬼啊 简直比西游记里的黑风怪还可爱 几个人刚跑到度假屋的门口啊 脸色发青的大雅哥突然出现了 把几个人吓了 当下都是猛的一颤的 耳环哥说 哥们儿你可把我们害的是团团直转的 看看大雅哥这诡异的眼神 就知道这哥们儿已经不是一般人了 大兄妹说 昨晚上到底什么情况啊 此时的大雅哥 显然已经被鬼给吐了身了 只见他一发功啊 当时就把大公妹给整弄了 到了后半夜 大家伙突然发现小兽妹啊 正在房间里是右下腰 又做艺术体操 看着体位啊 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大公妹刚想上去安慰几句啊 小兽妹突然破窗而出 直接摔了一狗尸尺 就在几个人蒙圈的时候啊 小兽妹直接来一窃女幽魂 转眼就看不见人了 大公妹一看自己的心上人不见了 哭得是肝肠寸断 紧接着鬼开始发功了 把窗户玻璃也弄烂了 把屋里的电也给掐断了 现场是一片大乱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啊 号称会驱鬼的酱油哥突然出现 可这哥们儿显然修炼的不够啊 很快就挨了鬼的一顿胖揍 酱油哥说 以前这鬼没这么凶悍呢 你们几个是不是去祭坛捣乱了 酱油哥说着拿出一根绳子 让耳环哥和逗逼哥围成一个圆圈 说这就是保护我们的结界 现在必须有人拿了蜡烛 把鬼给去走 大兄妹可是女一号啊 这活必须他亲自动手 而且这蜡烛千万不能灭 切记切记啊 灯灭人格屁 就在大兄妹拿着蜡烛 在屋里瞎学末的时候 鬼变成他妈咪的样子出现了 并且给他制造了一个幻境 娘俩唱完生日歌啊 鬼说赶快把蜡烛吹灭 了结这一切 大兄妹刚想吹蜡烛啊 突然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头 说我妈咪从来没为我庆祝我生日 跟我玩这个离根灯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鬼啊一记不成又生二记 他先是利用离间戒 让斗逼哥和耳环哥回向残杀 然后又利用毒戒干掉了大公妹 最后还差点让驱鬼师酱油哥嗝的屁 随后这哥们又马不停蹄的施展乾坤大王仪 把几个人转场到了祭坛 酱油哥说在午夜魔鬼降临之前呢 必须找到大耳哥 不然咱全都得完蛋了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大眼哥突然出现了 大眼哥利用超能力啊 首先让酱油哥嗝的屁了 要说还是斗逼哥最机灵了 一看形势不对 虚晃一招撒撒撒撒撒了 对斗逼哥来说 什么同学哥们兄弟啊 关键时候算个屁 鬼一看这孙子这么没意气 于是就让斗逼哥嗝的屁了 转场之后 咱也不废话了 耳环哥紧接着就挂了 现在呢就剩下被鬼附身的 大耳哥和大兄妹 大兄妹把护身符 往大耳哥脖子上一带呀 大耳哥很快就卸了菜 这个时候啊 大兄妹似乎是做了一场噩梦 表面看上去啊 一切都像是烟消云散 但就在这个时候啊 她妈咪端着蛋糕突然又出现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啊 没错 这又是鬼的 哎不 应该说是导演的阴谋轨迹 午夜零点 所有的鬼都出来放风了 影片也杀了清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外出游玩要注意 危险地方不要去 不知死活虾场能 搞不好就嗝了屁